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好 演讲也好 论坛也好 那么在这个种种的活动之中 我发现有个词它反反复复地出现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stereotype 这个词是在我过去17年的英文学习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而就算我翻译了很多次字典之后 我也没办法很好地找出一个中文的解释 我只大约知道它跟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或者宗教歧视有所关联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stereotype一定是美国特有的一个社会问题 它跟我没什么关系 而我相信我也一定不会有stereotype 直到那一天 那是我即将开学之前的一天 我决定跟我的小伙伴们 一起到东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去做追问者 如果你们不熟悉东圣路易斯的话 我想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在过去的2017年一整年的时间里 东圣路易斯总共发生了34起他杀案 这是一个只有2万多人的小城市 相当于每个月 大概有三起他杀案在这么一个小城市里发生 所以呢 毒品 枪战 黑帮 在我进入我的大学第一天起 我就有很多的学长 学姐和老师 反反复复提醒我们说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千万不要到东圣路易斯去 就算你开车你也尽量绕道而行 因为如果你去了 你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你甚至可能有去无回 所以在我去参加这次计刃者活动之前 我的脑子里就有这样一个深深的烙印 东圣路易斯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那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呢 我们去那边为当地社区的孩子们 去打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儿童乐园 可是因为经费很有限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颜料 为那些破旧废弃的轮胎刷上颜色 就到那个下午 我记得它特别特别颜料 它到将近40摄氏度 100华氏度 在那样的一个天气里面 四周都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只有我们这一群志愿者 突然呢我发现了一位黑人大叔 他非常的健壮 穿着一件深色的T恤衫 然后穿着一个工人的背带裤 他看到了我们就静止朝我们走了过来 不仅仅是他的衣着 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他的背带裤上充满了各种各样 单独的颜色和污迹 他走过来的第一瞬间 其实我的反应是非常害怕的 他要朝我过来干嘛呢 他要跟我说什么呢 所以我的反应是我静止地 就走到了 悄悄地走到了我其他同伴的身边 想要寻求一点安慰 其实他看到了我的行为 但是他没有什么反应 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孩子们 我非常非常地感恩 你们在这个社区所做的一切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 于是在接下来三个小时 时间里在近40度的高温下 他帮我们用他见证的胳膊 一个一个地把轮胎翻了过来 我很感激 我以为他就是那里的一位工人 所以呢 我也愿意跟他交流 在活动结束之后 他又给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 孩子们 为了感谢你们 对于这个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我希望邀请你们来 去看一看我的画室 那个时候我就很正义 我说什么 难道他是一个艺术家吗 于是我就决定去了 可是那根本不是一个画室 从外观上看那个就是一个配 我做了一个废弃工厂 可是进去的时候 我又一次地被震惊了 因为我震惊于他的创造力 他用油画 用水彩 用陶瓷 用玻璃 甚至用植物 去创造了一幅幅美丽的画作 而最让我震惊的是 他对于颜色的运用 那种色彩的强烈的冲击 让我感觉到说 他的画室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愿意跟他进行交谈 我问他说你是在哪里学习到 这么厉害的艺术作品的 他告诉我 他是一位难民 他来自非洲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国家的灾难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估计一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家 因为没有钱 他只能选择在这个废弃的破工厂里面 开始他的艺术事业 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的艺术训练 但是他很骄傲地对我说 我坚信我自己就是一位艺术家 其实当时我很感动 我睡不好久我都没有说出话来 然后他就又问我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觉得你最欣赏我会画的哪一点 我说我最欣赏 您对于颜色的运用 真的是太美了 他听完之后他笑了好一会儿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可是过了好久之后 他回答了我一句话 大家猜猜他应该说什么 他说我是一个全色盲 全色盲是什么意思 他的世界里只有黑色白色和灰色 我根本无法想象 在他这样一个全色盲的情况下 他是如何用用画笔去画出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 但是最打动我的不是他的绘画 甚至不是他的创造力 最让我触动的是 我自己对他在那一刻之前的偏见 我觉得即使他的眼睛也只有黑色和白色 但是他能够用画笔创造出五彩缤纷的世界 而我我可以看到这么美的世界 但是当他走向我的那一刻 我的眼睛只被黑色和白色蒙蔽住了 所以那一刻我才体会到了 故事对于教育真正的意义 因为可能我们通过数据研究 通过很多的知识论点 我们能够掌握什么是对的 是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正确的方法 可是故事它给我们提供了context 它给我们提供了细节和背景 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一群人 去尊重一群人 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 去知道我们能够有所学习 有所收获 所以在这里呢 作为一论 Ads教育的Culture 我非常非常感恩 我能够邀请到五位 置身于热爱教育的故事分享者 他们其中呢 有来自中国的一线教育工作者 也有我们MGO的创始人 有人权活动的权益家 也有作家 我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自己读的角度 通过自己接触的人和事 给我们分享所有的感动和思考 所以接下来 我就会把我的话筒 给我们五位教育分享者 也让我们静下心来 好好听听 好好思考一下 故事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灵溪的分享 说到讲故事 我第一反应就是 回望我二十多年的生活 我应该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从一路学习 工作恋爱 似乎都很顺遂 我差点要把我工作上 取得了一点小的成绩 搬上哈佛的讲台 当回意见领袖 然后心想就应该非常符合世界名校的表情 但我知道那不是心底的故事 不是生命的故事 因为回望在那段经历里 这位孩子的我 似乎从来没有被教导过 或引导过 去路过面对这个故事 所以我至今 还是很怕 去面对它 去分享它 那年我是三岁 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 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但是一向健康的妈妈 生病了 她常常说背疼 会去医院检查 但也总说没事 但是家里不知不觉的 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关于医药的书籍 而且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可怕刺眼的词 癌症 妈妈后来住院了 爸爸也医院工作两头跑 我被安排在了外婆家 敏感的我 其实早已经查过了 关于这个词一切的一切 但是大人们至始至终 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及过 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希望保护我 但是 于是我就察觉到 我也敏感的 开始配合的表演着 我是一个懵懂的孩子 我对这未来可能未知的一切的不幸 一无所知 我还是可以阳光啊 继续快乐的生活呀 所以在学校里 在课堂里 我也会表演 知道有一次大家一起读课文 读到cancer这个单词 我久久的不敢抬头 因为我顿时眼泪就在眼筐里打转 我怕被别人看到 但是细心的老师显然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他立即让我起来回答问题 我的眼泪就顿时憋了回去 我非常体谅老师当时的关照 我知道他要我把难过咽下去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依恋母亲的人 我从小就在母亲任教的学校里读书 跟他几乎是形影不离 但在他生病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几乎很少去看过他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那个 就是常常流露出疼痛的 痛苦的 日间消瘦了他 那一劫 那个常常有时候疼得不行 但是也假装坚强了他 疼得也不坑一生 假装坚强了他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面对他 我的表演倾刻就会崩塌 而我可能只要逃避 那不幸的一天 永远都不会来临 2002年1月20号 大寒 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抢救倒是是发生在晚上 但是大人们希望保护我 怕我被吓到 就是早上七点钟才告诉我的消息 我赶到医院 母亲戴着呼吸机 直到看到我的出现 才咽了气 当时那天 我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我觉得我实在表演不下去了 要理后事回到学校 我依然还是会表演 因为我知道大人们 家长们他们希望我尽快恢复情绪 可以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继续认真地学习 回到学校第一天 我记得老师就当着全班的面表扬了我 他说 你看 邓远的妈妈最近去世了 但还仍然考到了全班前三 哄了一声全班的掌声响起来 但我却刺耳地觉得要把我吞噬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是从此就不同了 就活在了老师们同学们同景的眼光下 我想这段经历 我觉得最最最遗憾的就是 我没有勇气去正视那个不幸的来临 我没有去好好的陪伴我的母亲走完大人生最后的一场 也没有去好好的拥抱爸爸 外婆去互相倾诉我们各自的苦痛 我想那是逃避 也是因为我察觉到了大人们 他们对死亡的禁忌 他们希望保护我 但是我也多么渴望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们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他跟我的有一次深刻的关于不幸 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一次深刻的对谈 告诉我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令你心伤的事情 或者一场生命的告别 你会为此悲伤难过很久 但不必为这个觉得羞耻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 乃至一辈子去修复他 其实爸爸在妈妈很日渐虚弱的时候 在病床上有问过他 你有希望听到一些临终的遗言吧 你觉得灯源将来会嫁给什么人呢 妈妈说他当时小 我没有想过 他后来又问他 你觉得他将来会做什么 你希望他做什么呀 妈妈说 他从小就这样让着要做记者做新闻 所以很鼓励支持他的梦想 但是我现在特别骄傲的 想要告诉我的母亲 我身体流淌着你的血液 听从了命运的召唤 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 我感愿去温暖这个天底下所有破碎的心灵 去告诉那些受过伤或者是没有受过伤的孩子 你可能会面对令你心伤的事情 甚至是一场生命的告别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真实的温柔的去拥抱他 去接受他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修复 乃至一辈子 这些疼痛的经历并不是一定要让你成为最坚强的你 而是让我们学会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说实话 站上了这个前一刻 我仍然为分享这个故事而感到羞耻 因为我觉得 站在一个最高学府的讲台上 我没有去分享我为这个社会 做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而是讲了自己一个特别personal的一个故事 但此刻我也想 人生终有一场告别 但是因为告别生命的告别 身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一些伤疤 但只要我们尝试的去接受他 真实的接受他 拥抱他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我知道今天没有安排主持人的创场 但是我还是想想 因为昨天我们在VIP的晚宴的时候 我碰到邓元 他是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人 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我今天完全不会讲到 他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主办方也非常非常的耐心 他说如果跟我们分享人打招呼 说如果前一位分享了一个特别走心的故事 可能给观众一些缓冲的时间 所以其实刚才在台下 邓元在哭的时候 是我第一个去鼓掌 后来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太 sensitive 因为你刚才讲说 班长同学为你鼓掌的时候 你心里很难过 但我相信我们今天听完他的故事 我们知道他已经走出来了 这个变成了他人生的财富 在我演讲之前 我知道这会算在我的七分钟之内 但是我还是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 再一次为邓元鼓掌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感动 谢谢 近期待各位来宾 我们的女士们 先生们 接下来我要开始自己的演讲了 大家看到我这个演讲的题目 叫做《聪明的笨孩子》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这就是我演讲的题目 不管是您看英文的原文 还是中文第一反应是 这姑娘看着挺聪明 怎么不干人事呢 你为什么这么奇怪 take some time 三秒钟 五秒钟 您就慢慢反应过来了 英文叫做 This is hard to read 中文实际上是 王早早我的教育故事 这其实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说 您给我放的是什么呀 您其实体验了一种病症 叫做Dyslexia 在中文当中叫做阅读障碍 或者叫做失读症 包括还有食读症 各种各样的翻译 那这个就是有我们所说的 失读症或者是阅读障碍症的孩子们 每天看到每一个字 都会遇到的情况 观众朋友说 那怎么办 那岂不是很累 对 他们非常非常的累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病症的时候 很遗憾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我在上海新东方做名老师 我教授的是正高级口译 我认为我班上的孩子都很聪明 来考高级口译证书 非常厉害的一个证书 那我遇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他的口语 他的听语 他的口译 分数非常高 但是到了比译的阶段 他每次都会哭 因为女孩子 自身心非常的强 他每次到眼里说 老师我看不懂 或者是我们在做阅读题的时候 短短的一篇文章 后面有五道天 老师我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 但是大家知道 新东方标榜的是什么 阅读都不用看完 我教你把这道题做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遇到这个学生 我非常的尴尬 我说这要怎么样 我怎么来证明我的教训能力 我就跟他说 我说孩子 你是不是回家那好好做题 回去再做做十套 模拟题 就是国内很多老师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说简单话之说 你练习的不够多 你可能不够用心 你可能平常就喜欢跟老外交流 所以口语啊听力啊非常好 到阅读上用心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呢我到哥伦比亚大学 我念了一个叫 Bilingual Bicultural Education 在这个时候呢我接触到一门课 叫做Special Ed 所谓的特殊教育 那这个特殊教育呢 实际上就是对于一些 在学习当中有特殊症癌的孩子们 对他们所面临一些病理的情况 来进行一些解释 并且帮助老师更好的了解孩子们 所面临的情况 在这门课上我才知道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叫做Dyslexia 我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也放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图 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内疚 因为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是班上的所谓小学霸 老师安排我给班上一个同学 所谓的讲解课文 那个时候呢他是被老师 因为写字啊 一个大一个小 有的时候左右偏旁边道 被老师罚抄一百遍 结果抄出来有一半还错 老师罚啊 说实在不行了 说那个王嫂嫂你跟他 做成这个学习小伙伴 我教他以后 我说怎么这个护语 怎么左右颠道 剩下小一个点 对你怎么回事 我一小朋友都心急 那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你真笨 当我在各大的那个课堂上 我看到孩子们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我非常的内疚 我至今不记了这个同学的任何情况 我只记得他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字叫坤 那一字很特别 两个方 底下一个土 那个字在一起念坤 我想一个家庭能够给孩子 取这种名字 应该或多或少 父母是有一些知识积累 这个孩子起了父母非常高的希望 他也许并不是笨 并不是傻 有很多时候我们当孩子 不能够处理 很好的接受我们的教育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是笨孩子 懒孩子 不听话的孩子 或者是傻孩子 这种说词都很多 到那个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 也许在我过去的二十多年人生当中 我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自责 但是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孩子吗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名单 这个不叫小超 这个叫主持人手稿 谢谢 有哪些人他们有这个Dyslexia 首先要讲的就是爱因斯坦 还有乔布斯 所有没有在听我演讲的 在玩手机的朋友们 乔布斯先生 有Dyslexia 还有 贝多芬 莫扎特 达芬奇 毕加索 马龙白兰度 不一歪歪扭扭扭 但是 他在我的中文班上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 您发现这个对比了吗 他其实只有小学二年级 而且是一个纯粹的外国小孩 我给他一个画名吧 叫小弟 小弟同学是 犹太人家庭 他有中文写得非常的工整 他的用文和中文对比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孩子 你可能不相信 为什么呢 后来我想到Dyslexia之后 我去查一些资料 其实啊 Dyslexia 并不是什么残障 他的发病率非常高 在美国的统计来讲 每五个人 或者每十个人当中 就有一到两个是Dyslexia 什么概念呢 咱们第一排的嘉宾 刚好十一个人 当中有三个 都看不懂我写了点啥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开个玩笑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 十度障碍症的孩子 他们被一些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这方面 Special Ad的老师忽略过去了 可能被埋没了 甚至被伤害了 我们不知道 那我知道之后呢 我实习的时候 我的这个学生呢 我就去跟他 我坐下来跟他聊天 我说小弟同学 为什么你的英文写不好 中文没有你 他说老师你知道吗 中文对于我来讲 就是 shapes put in different positions 不同的形状放在不同的位置 我只要直接对应意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很多时候 中文和英文的Dyslexia 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它没有太多的障碍 我们只要想不同的方法 去帮助孩子学习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就不再警警 叫这个孩子超汉字 因为他已经写得很好了 我觉得要树立起来的 是他的自信心 我想帮助他在英文课堂 也就是在我们正常课堂中的学习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经常在我的中文班上 叫他起来做版书的演示 逐渐的他就对自己有信心了 因为原来他在英文班 总是被老师说 有的时候别人说 交作业他还交不上 逐渐地建立了信心之后呢 他在英文班上的学习情况 也有所改进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不是专家 我不能够为大家 diagnose 诊断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教育专家 跟大家说一定怎么样做就有用 我想提出的是 有这样一种病症的存在 当您的班上 或者您的其他的一些亲友的 作为老师的亲友 他有这样的孩子 在他们班上的时候 去想想 也许是dyslexia 也许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相关的信息呢 大家在网上 可能目前很遗憾 以整体汉字找到的信息还不多 但是在英文方面 有非常多的资料 大家可以上网直接查询 dyslexia 或者微信我 此处没有微信号 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让我们一起用心沟通 用爱教学 谢谢大家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 关于异地恋的故事 在非洲乌干达和肯尼亚的交界处 有一个小镇叫布斯亚 这个小镇上有大概一百多个孤儿 这些孤儿都住在一个孤儿院里面 他们都是因为艾滋病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尽管孩子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庞大 但是在这个孤儿院里面 其实只有一位全职的保姆 照顾着所有孩子的起居 在我大三年年的暑假 特别特别幸运的 到了这里 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了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 我在树底下陪着这些孩子做数学题 突然发现远处有一群小男孩扭打了起来 他们从站着打到躺着 从蹲着打到坐着 等到我跑过去了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打架的原因 是为了一个空的芒果汁的瓶子 他们想把这个芒果汁的瓶子抢过来 然后把瓶盖扭开 用舌头舔一舔里面 看一看芒果汁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试着蹲下来安抚这些孩子 可是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更令人心碎的场景 有一个九岁的小男孩 他把瓶子紧紧地握在胸前 而他的膝盖其实已经像番茄一样肿了 他的膝盖上的伤口有血 有黄色的膿 有泥巴 而且还有苍蝇飞来飞去 很明显这个小孩子的伤口 是大概四到五天前摔伤的 可是在这几天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意识到有孩子受伤了 他需要清理伤口 我试着把这个孩子扶起来 带他到井边去清理这个伤口 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抖得特别特别厉害 他抖的原因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手中拿的创刻贴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面 我一个一个的扳机去教着孩子 该如何清洗自己的伤口 并且给孩子们set up了一些卫生箱 里面有创刻贴绷带等等 甚至我们还进行了实时的演示 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假如说这一天我在这个孤儿院里面 孩子们摔倒了以后他们会意识到 哦 我需要清理自己的伤口 我需要给他贴上创刻贴 可是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里 孩子们会根本意识不到他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同样的困难其实不仅仅只举现在伤口的清理上 我在教孩子背小九九 教他们洗手的时候也遇上了同样的困难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教育是需要细水长流的 只有细水长流的教育陪伴成人的引导 才能有可能带给孩子持续性的改变和生活上的改变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他们所缺失的是教育最基本的要素 一个成人对一个孩子用心的陪伴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只举现在非洲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拜访了15家国内的孤儿院 尽管国内的大学体制已经非常非常普及 可是在我见到的90%的健康孤儿中 他们都是没有从初中毕业的 其实这种没有能给孩子带去一些持久性改变的愧疚感 之后跟随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无论是在乌干达肯尼亚巴拿马还是在国内 我从来没有断过网 那么为什么我不用网络的方式来每天跟孩子交流 给他们每天有一个陪伴 通过一个长期交流陪伴的方式灌输给他们一些知识点 并且监督他们去了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于是我们成立了Education Without Barriers 无国界爱心教育 希望用这种远程教育陪伴的方式 带给这些孤儿留守儿童适时孤儿一个长期的陪伴 在我做了这个项目以后 最常被问到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远程教育到底能不能达到课程的效果呢 尽管我不认为数据能够说明教育的成果 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两个数字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从大连儿童村成长长大的几十个孩子里面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考上高中 但是就在我们和孩子们相处八个月以后 老师们培养出来了大连儿童村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女孩子 而且她考上的是重点高中 第二 丹东的边工小学里面有三十二个留守儿童 他们其实是在去年九月份之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 而在上周的外教课里 作为翻译的我 只为孩子们翻译了三个单词 其他的时间 都是孩子们直接和外教英语的外教哥哥交流 我接触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孩子和老师相隔得很远 那他们之间能够建立起来一个信任 一个深厚的情感链接吗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遇上了线上教育可能遇到的所有的困难 而好多困难其实是让人特别特别心碎的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在视频的那面因为想爸爸妈妈而哭了 而我们在视频的这面 可能连纸巾都不能给他们递取一张 但是在面对孩子的教育和快乐的时候 困难是用来克服的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的老师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比如说当有一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不小心手滑伤了 老师们会说 孩子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小手举到视频前面 我亲一亲你的小手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而且他们老师和孩子 会同时在视频的两边 给自己的小手指上缠上创歌贴 还有一件事 我现在想想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的老师总是第一个发现孩子们受伤 或者是生病的人 孤儿院的孩子 其实在他们平时生病的过程当中 基本经常是几天都不会有人发现 可是细心的老师 只要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用心 总会发现 哎 孩子们这里为什么多了一个伤口 或者是宝贝你为什么今天精神状态会不好 而且他们也是孩子身边唯一的人 会盯着他们去打热水 然后看着他们吃药 对于我们服务的孩子来说 最残酷的莫过于孩子想父母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所有的人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每当这个时候 我们的老师都会陪着孩子在视频正面默默地哭 我们会静静地放着他们最喜欢的儿歌 当孩子面的情绪稍微平稳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会告诉他 孩子我们会在这面一直陪着你长大 我们不会离开 而且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毛茸茸的拥抱 而每当这个时候孩子们总会停顿经老中抬起头来 然后应一个特别特别soft的声音问 姐姐你可以再说一遍你想抱抱我的话吗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都会陪着孩子 陪着他们给天堂的父母写信 陪着他们给天堂的父母画画 我们会陪着他们给监狱里的父母折纸 我们所要想做的 就是跟孩子们谈一场永远不分手的异地恋 我们想陪着他们长大 给他们朝朝暮暮的陪伴和细水长流的教育 并且陪着他们越过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barriers 谢谢大家 我叫童兮兮兮 儿童的童 欢喜的兮 我是一名专业作家 但是和教育 就有着特别奇妙的缘分 1999年 我用狗费资助了一个试学的女孩 半年之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 她告诉我钱她收到了 但是她没有读书 因为那笔钱被父母拿去买化肥和农药了 我把她的信转给了组织这个活动的报社 请他们去查一下 但是结果不了了之 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孩子的声音一直在我的心里 当我自己过得比较惨的时候还好一点 一旦我自己过得还不错 我就会想起这个小孩 因为我给了他人生的第二次绝望 命运已经让他绝望了 我给了他一次希望 并且再一次把他推倒 但我能做什么呢 这个孩子的声音 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因为在三年之后 我突然想到我能做什么 我想我可以写一个故事 然后拿这个故事的稿费去资助一个孩子 我写出了一本小说 叫做《碰碰碰》 这本书卖得很好 非常受欢迎 所以资助了30个失学的女童 成立了童希希春蕾班 也从这开始 2003年成立了春蕾班 2004年我去了山区支教 2005年离开了山区之后 和当时和我一起支教的伙伴李希希 共同成立了喜悦会 为贫困的孩子 送去一本又一本的书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心愿 因为我们知道 一本书甚至一本卡片 都足够点亮一个孩子的童年 所以我们只是希望把所有的书 一本又一本的送到孩子的手里 就这样一路走来 到了2008年 我们依然在汶川地震之后 去灾区去镇棚里 给孩子送书 给孩子买床 你们猜怎么着 做这样的事情 会让人怎样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最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 越来越没有自豪感 而且有着越来越强的无力感 世界这么大 你做的越多 就会感觉到 没有做的更多 我的生物 在做家里面 也算是比较高的那一类 可我又有多少钱 能够买多少本书 送给多少孩子呢 这样子的痛苦 你一追问 就会没有答案 幸运的是 我有了答案 2009年 我刚刚创作完成了 一本书 叫做《影之意》 这是一本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唯一的一部 以《反思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儿童文学作品 也是在查阅之路的时候我才知道 日本是如何重视教育 是怎样重视教育 也恰好就在这一年 我一个偶然的机会 收到了性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永鑫教授的邀请 他邀请我去参加性教育实验的一次年会 就在这儿 我又一次听到了儿童的声音 只是这一次是一群大孩子 我走进了性教育实验 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 规模最大的民间公寓组织 就在这里面活跃着一群一线老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真心诚意的爱孩子 他们自己特别忙 而且特别累 但是特别开心 我跟他们在一起摸爬滚打 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对他们做一点点事情 他们都会感觉到幸福翻倍 同时会大大的帮助到他就是你的孩子 你说这又是何老不为呢 所以从认识到他们开始 我跟这样一群伙伴在一起 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各种公益项目 我给他们先是提供稿费 支持他们出去学习 为他们找各种学校 然后又变成了我跟他们一起共同研究 最后演变成为我带领着他们来研究 从家校公寓到阅读推广 从推广到研究 我们做了7000多场公寓活动 都是这样来做的 其中最疯狂的一场 叫做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型 在这个活动之中 我邀请了21世纪出版社 他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得到了当年的大奖的出版社 他为我的活动资助了1000万元的优质同书 把这1000万元分成了100份 每一个乡村得到了10万元的同书 然后我在2014年9月2号到2015年5月20号 共计8个月的时间里 走进了这100所乡村学校 只顺一人进行了196场免费的讲座 为7万多名乡村的父母 乡村的老师 乡村的孩子 教他们如何阅读 接下去又带领着团队 为他们提供了三年的跟进服务 为每一所乡村学校培养当地的阅读推广人 这就够了吗 在结束这场活动之后 当时的确是用了我半条命 但是结束之后 有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 那就是我发现 一个争议 中国争霸 你真正是走和在那想 完全是两个概念 同时我也得到了一句话 我对自己说的 我没有绝望的资格 那么多乡村的父母 乡村的老师 乡村的孩子 从眼前看过去 和你去看照片 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在努力着 挣扎着生活 我有什么资格 为了自己的小情小痛 感到痛苦 也就是结束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开始了一个真正的 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那就是我带领着我的伙伴们 以让阅读向前一步 以说写创造未来为目标 开始了一个说写课程的研发 说写就是说话的说 写作的写 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彭彭彭有关 我写彭彭彭那本书 到现在十几年以来 卖了一百多万册 然后拿了十几个国家级的奖 从而言之口碑销量都一直都很好 到现在还非常的畅销 而这样的一本书 长篇小说 我用了六天的时间写完 所以一度有人说我是天才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 因为我从小在接受一个训练 叫做口头作文 集合着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和我的伙伴们在教室里探索 到去年11月4号 我们已经在清华大学 富士小学CBD分校 推出来的这个课程 一问世就已经得到了全国 数十万老师父母 以及上百位政府 教育工作管理者的支持 现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不能够给大家讲述后面的故事 但是我要特别想跟大家最后叮嘱一句话是 这并不是我的故事 这是我们的故事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中 我希望也能够包括你 因为黑文说唱 华人说写 中国人一直在说孩子你应该听话 可是我们应该教孩子说话 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声音 让中国说出更美的声音 我相信是儿童以及具有儿童精神的那些人 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他说你去哈佛做什么 我说我去教育论坛 分享我的教育故事 他很惊讶 他看着我瞪大了眼睛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说 你是做教育的 其实这两天我听了很多老师的分享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教育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 因为我讲不了什么大道理 这两个故事都是跟买衣服有关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跟教育也有点关系 我14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上高中 然后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 你长大了 你该有个女孩子的样子了 我带你去买一条裙子吧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假小子 我一直都不喜欢穿裙子 也不喜欢留长头发扎辫子 因为我觉得那样很不方便 我喜欢运动 我喜欢打篮球 我喜欢跟男生一起打画片 打得披头散发的 然后老师都说我是个疯婆子 我也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 所谓男孩子的衣服 甚至我会想要成为男孩子 因为好像男孩子 可以做很多女孩不能做的事情 虽然这样 但我妈还是坚持要给我买条裙子 她就把我带到一个商场里 上下下转了好几圈 都没有挑到我喜欢的裙子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裙子 对 她说不行 她很生气 她说不行 今天你必须在这里 给我买一条裙子回去 然后终于她就挑到了一条 她很满意的一条白色的 带有蕾丝花边的连衣裙 而且她坚持让我现在立刻 马上就在商场里换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知道今天我都还能够记得 我当时站在那个商场的示衣镜前面 看着镜子中穿着白色蕾丝花边连衣裙的自己 听得很好笑 但是当时我哭了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镜子中的自己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自己 我不能够穿我喜欢的衣服 不能够做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随着我逐渐长大 我妈还是坚持觉得 你越来越大了 你更应该要有女孩子的样子了 但是每次就是有我的朋友 有特别是长头发的 长得很漂亮的很淑女的女生 我妈就会说 她说你看看人家 你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淑女贤淑呢 然后同时我也会把我的那些 不男不女的这个朋友带给我妈看 然后把那些奇奇怪怪的男生女生的故事告诉我妈 我说看人家也可以这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总而言之就是一方面我又坚持我自己的老样子死不悔改 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能够获得我父母的理解 到24岁的时候我过24岁生日 我当时的生日礼物是想要一套西装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穿T恤短裤衩去上班 然后我当时的工作需要我有一套比较正式的衣服 我妈听说我这个生日愿望 她说我送你吧我给你买一套西装 我一听天哪 我得到的这个是生日礼物吗 她要给我买衣服 这简直不是一个生日礼物 这是个炸弹啊 因为我 我知道就是过了十年 我还能够记得十年前她陪我买衣服的时候的那件事情 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所以我当时觉得太可怕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 一方面我又挺穷的 能省则省 有别人送我一套衣服 另一方面因为我工作 平常工作也很忙 我也很少有时间陪父母逛街 所以我觉得能跟我妈一起去逛街 买衣服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所以我说好吧那就去试试看 所以我们又来到一个商场 来到一个很大的服装店 那个服装店是上下两层 一楼是女装 二楼是男装 然后我们快速的穿过一楼 我这个走马观化的假装 看了一两眼一楼的衣服 然后我又试探性的看看我妈 我说没有我合适的衣服对吧 我说我们上楼上看看 她说好啊 然后我们就到了二楼 到了二楼我们很快就挑到一件 我们看起来都觉得不错的西装 然后她也很高兴 她说你赶紧穿上试试 然后我就拎着这套西装 准备进试衣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突然一个 这个服装店的工作人员 他把我拦下来 他说不好意思 这里是男试衣间 你应该去一楼的女试衣间试衣服 我当时就想什么 因为我看那个市衣间 每个市衣间都是里面有独立的隔间 你不管谁在里面换衣服 都完全不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我也不想跟这个人理论 我想算了 这么扫兴不买算了 那就回家或者是去别的店看看 没想到这个时候 我妈突然她过来一把蜡烛 她对着那个卖衣服的工作人员 她一本正经一正言辞 一字一顿的说 她说我女儿不需要去一楼的试衣间 她就要在这里试衣服 然后后来我们就买下了这套西装 这也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一套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因为我的妈妈用她的行动 让我知道 说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然后我也觉得说 不仅是我值得拥有这样的好妈妈 其他人也值得拥有这样的好妈妈或者好爸爸 不管他们是不穿裙子的女孩 还是想要穿裙子的男孩 不管他们是想要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性别 还是说他们想要以什么样的性别去爱其他人 我觉得我们接受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 我们从书本老师学到的知识 我们接受的教育应该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每天家人说的话 电视新闻广播里面播送的东西 甚至是路人的评论和眼光 这都构成我们教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 应该更少的去告诉孩子说 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而应该多问他们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并且让他们意识到说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只能跟大家讲故事 我希望也许明年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说不定能够有性教育或性别教育分论坛 你们会感兴趣吗 所以也谢谢大家 到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分享更多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 谢谢大家 我还记得我第一年当老师 跟一个学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要让他写A的这个字母 不过最后他不会写 那我怎么办 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有一个学生 就是他的父母死亡了 然后就是我应该对他说什么 我应该怎么对待他 还记得就是有一次 就是学生就是问我就是 就是比较有复杂性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就是跟 这么让学生了解跟他们 有不同经验的人 不过就是也最后了解 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部分 不过最后还是一样的部分 上次的部分 比不一样多得很 这么长期支持就是at risk students 就是不是短期这么长期的支持这样的人 然后就是我们这么能 别忘初心就是不断的合作 就是不断的创新 就是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就是 再次感谢家喻故事先分享的演讲者们 就是跟我一起鼓掌吧 这位本次活动的coach 我认为站在这个舞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而你们的故事鼓吻感动我们 谢谢 我希望这次活动不仅仅给予我们一个倾听的平台 它同时提醒了我们在座的每位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分享 这是哈佛教育学院的园长 James Ryan 曾说过 I think one of the stories of a one of the signs of strength of a community is the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and listen to stories 我要再次感谢 今年所有的演讲者们和前期参与投稿故事的分享者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 断须信听不同的声音 分享自己的故事 在论坛结束之后 我们会持续在公众微信平台上 分享思考与感动 请大家断须关注我们的生活 关注我们的活动 感谢 Davin 你的中文是越来越好了 不要 谢谢Davin 也谢谢刚刚各位的精彩的分享 那现在呢 就到达我们很依依不舍的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主旨演讲 我们很荣幸请到刘金南校长来给我们做最后的一个主旨演讲 刘金南老师的一个简单介绍 从一位学长到学者到大学校长到工程院院士 在我们很多人眼里都已经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位主旨演讲嘉宾向我们展示了巅峰之后人生的意义与图景 人生所谓的花甲与古稀在他身上毫无束缚之力 却化成智慧与号召力助力他从头开始创办坤山杜克大学 引发人们思考何谓大学之道 书怀教育新邦理想的刘金南院士归来时仍是少年 我们欢迎 非常高兴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主委会邀请我出席 这样一个教育领域跨界碰撞的大会 使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界的知名专家 同仁和学者进行交流 使我感到这是一致学习之理 思维之行 收合胜丰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 面向未来的大学 人才培养这个新的探索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 一个学生从小学到读完大学 需要十五六年的时间 或者博士学位还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点学校教育的长周期 决定了人才培养目标 从来就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够应对 并解决人类社会 未来一段时间内 所面临的需求与问题 教育 将学生培养成能迎接未来挑战的人才 是社会的需求 教育效益的持后性 要求人才培养 比起具有超前意识和预见性 比起高占远主的预测 规划和探索未来社会发展 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 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 人类社会 面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和变革带来的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 例如发展的不平衡 既带来了贸易与合作 也带来了冲突与战争 经济全球化既带来了融合与发展 也带来了支援掠夺与侵吞 世界仍然面临着三大问题的挑战 即战争与和平 发展与衰退 环境与健康 未来社会变得更加多变复杂 不确定和不可预测 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学生 理解 适应 影响未来的能力 并能培养他们 驾驭一些未知因素的能力 这就是要求我们人才培养 必须面向未来 面向未来的需求 面向未来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林纳伯克娃2015年12月在反思教育 这一报告中对未来教育做了深刻的散述和深度的理解 他说我们在21世纪需要怎样的教育 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 教育的宗旨是什么 以如何组织学习 他指出 我们要秉承人文主义教育观和发展观 立足于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 传逆平等 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 国际团结 以及为可持续的未来分担责任 报告建议我们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 这意味着教育和知识的开放性 公益性既不能单纯的作为国家施政的工具 也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经济的工具被绑架 要远离公立主义 他还指出 教育作为人类共同利益 应该具有包容性 要尊重多元文化的基本权利和价值 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 显然未来教育要担当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和多样化发展而培养人才的责任 准备世界科技变革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 不过我报告认为 使得科技的发展历史多次证明 许多行业将会消失 许多职业也会消失 但学校教育和教师 不会因为互联网 而消失 我想这是因为人类 从小就需要在亲密 多样丰富的接触和互动中 学会认知 要在多元文化的交流 交锋和交融中学会合作 而学校能够提供这样的环境 特别是还有教师和专家 作为学生的朋友和长者 共同探索知识和人生 这是学校本身 也需要探索科技变革时代 的未来教育人才培养的 新目标和新模式 比方说 学校应尽早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接触社会的机会 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 通过观察分析 学会做人和学会做事 这是我们这次论坛中 很多报告所强调的 20世纪末 使得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和互联网兴起 带来的文化交流的便捷 世界变得更加扁平了 一个个跨国之间 跨文化之间的合作大学 在教育新模式 突破多重的障碍 像一朵羞达达的玫瑰 在世界各州静悄悄的开放 在中国本世纪以来 就有19所独立法人形式的中 这个还放弃了啊 这九所独立法人形式的中外合作大学 相继脱容而出 成长成茁壮之势 很快吸引了学生和家长的向往 这些原因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启迪 启迪了人们的思维的变化 大家意识到 这座中外合作大学 是当今应对全球化的科技革命 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最佳的模式 其模式心没有守旧的包袱 它跨文化都有笨状的创新 也跨国度实现本土留学 中西优势复补 应该是面向未来教育 最值得尝试的一种大学 下面我想跟大家简要介绍 昆山渡国大学 这所中美合作大学 在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方面 所进行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我们引进美国多国大学 优质的教育资源 所谓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们理解包括办学理念 管理模式 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原来美国多国大学 给我们的这个活作上面 直提了课程体系 我们认为的优质教育资源 应该包括先进的办学理念 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 和课程体系 在中文中 它的内容比较单调 因为在英语的语境中 课程体系包括 这个什么研究生的专业啊 本科生的专业这些方面 但是我们中文没有这个语境 我们结合武汉大学的优势学科 学术资源和苏州 及昆山的文化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描总世界中国和长三角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确定了以利得素人为根本 以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平 为人才培养目标 以素质教育 知识探索 社会实践 能力培养 向结合为主线 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体现实现未来教育精神 和原则的人才培养总体方案 这里培养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平 好 谢谢 既体现了伯和娃报告中实现文化的多元化 权力平等等社会正义的要求 又体现了坚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时刻 的这样一个时刻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和实现贵晓通先生提出的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合而不同的中西方文化融合思想 让学生在恒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通过中西文化 跨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课程 和跨多种学科的知识的探究性学习 结合全球性范围的社会实践 培养具有国际事业 懂得尊重和欣赏他国文化 通晓国际规则 遵守他国法律 具有跨国沟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我其实这个口号在04年我当武汉大学校长就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也在很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了 还被这个新华文则所转载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的环境下 还不是很欣赏这样的口号 因为他们认为提世界公民这种提法是不是有问题 有一些讨论 但是现在在我一二年 开始这个昆山渡国大学设计的时候 又重新提出这个口号 就得到了当时很多的中外合作大学的这个赞赏 所以现在这个口号变成了很多中外合作大学 或甚至一些国内大学的口号了 因为我刚才讲了 它体现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平等 权力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要求 也是体现了我们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的价值 那么欢迎培养模式 中数字教育的重点 是建立博古娃报告中提到的 以尊重人 观赖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教育 的一种同时博雅教育体系 知识学习与探索是构建文理兼容的 同时博雅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 我们在这里非常强调教育 非常强调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课程体系 知行合一的教学时间体系 面向未来需求和问题的跨学科 跨专业跨领域的知识交叉与集成 以及自主式互动式探讨式的学习的教学方法 比方说我们这里把生物物理和化学三门课 叫做集成科学 有不同的老师 但是作为一门课程向学生讲授 学生广泛的融于社会实践和深度融入科技创新 活动的体验是能力培养方式 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能力是想象力 沟通力 创造力 实应力和领导力 这里有 忘记了 爱因斯坦曾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节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未来的世界充满着无限可能 我们通过科学技术与艺术的课程的交融 文学历史与未来科技的跨越 等丰富的 课内外的 这个体验 和校内外的创意的学术活动的交流交织 来激发学生的大胆想象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面向未来的人才 应具有良好的沟通力 特别是跨文化和跨界的沟通力 他们也需要成为积极的倾听者 能听起各种不同的意见 形成自己承受的判断 具有合作精神 能融合不同见解 进而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挑战的能力 以高度的责任感 与他人活着实现共同的人类目标 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知识探究 社会实践的要求和程序 来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 探索培养学生的创造意 一时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 习近平主席说 创新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如果我们不识变 不应变 不求变 就可能陷于战略被动 措施发展机遇 甚至只有错过整整的一个时代 面对全球变化 面对国家间和社会上的激烈竞争 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资源日益贫瘠枯竭 面对社会 面对科学技术的爆发式的进展 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 就应该截除社会 认知社会发展的变化状态 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他们必须学会适应 才能生成 才能应变 才能发展 通过结合知识学习与探索的社会考察 调研互动 我们让学生通过观察 学会 提炼问题 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从而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 我们的社会实践与考察 既让学生参与国际机构 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 跨国企业等高端层面的活动 又让学生深入 中国偏远山区 非洲草原 海地地震灾区等贫穷地区 了解社会底层的疾苦和问题 学生们深有感触地说 这才是接受兵与火的考验 以此 培养学生 勇于担当社会的责任感 敢谋前局的大局观 善谋长远的战略观 基于人脉包容自信的团队意识 就坚持道德标准 规则程序和创新思维 引领集体和机构 去实现理想和目标的领袖心实干家 基于上述的五种能力 新的人才理念 我们在同时博雅教育的体系构建中 融入了培养学生的其大核心原则 有根的全球意识 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丰富的沟通气角 独立探索与创造精神 英明领导力 以及有追求的人生 昆山渡科大学不适离院系 本科学生入学时不确定专业 引导学生围绕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发奉为三大学科领域自主显客 每个本科专业的设置和名称 更倾向于问题导向 都是建立在跨学科学习 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我们鼓励学生 极其探索并发现他们的学术兴计 然后在20年级结束时 自主显定专业方向 在课程设计上 我们重点关注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性大问题 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沿性跨学科的科学技术 比如环境能源资源健康国际关系和市场等挑战性问题 能力学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 信心材料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等前沿性的学科知识与技术 中国的学生要求学习道德法律历史和文化的国情课 我们也设置了有中国特色的课程 来吸引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经济等感兴趣的国际学生 同个小班授课 文献阅读课堂讨论 专题讲座实践体会社会考察 卓业与考试等精心设计的环节 以及专收学习问题 同伴助学项目 语言学习工作室 教学与学习中心等学术资源 让每一位学生都体会到这种经历 是一种艰辛的跋涉 头脑的风暴 思维的训练 思想的启发 成功的体验 跨学科知识的盛宴和精神的享受 我们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广科天地 帮助学生探索位置 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并且在解决问题中 锻炼心智 从拾自我 与从拾自信 目的并不尽于是要他们将这些能力 付出实践解决当前的问题 更是为他们未来在各种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情况下 将知识融会贯通 为解决未来的问题 打下坚实基础 上述探索已经在学校开设的两年至全球健康 医学物理环境政策与管理和一年至 管理学四个硕士项目中 经过了四年的实践而不断完善 同时也在半年至的本科第二期 第二校园 国际化 游学班中 在这个项目中经过了拔旗的实践而不断的优化 这些单手和实践得到了来自中国和国外的 几乎所有学生的高度占预和认可 毕业的所思研究生也深受不同国家用人单位的欢迎 据统计我们研究生项目毕业生有20%进入世界名校的博士项目继续升到 有60%到本国关键的政府机构或者国际组织任职 例如其中一名全球健康的硕士毕业生经过激烈的重重竞争最终被世界银行录起 即使是半年至的本科第二校园国际化游学班的学生 由于他们在我们学校的教育经历和所学课程的学分 特别是学校的那些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教授们认真负责和实在的推荐性的助力 不少学生被哈佛 哥伦比亚 杜克 约翰 霍金斯 剑桥 牛津 帝国理工 香港中文等世界名校录为研究生 也有一些大学生被北大 浙大 福旦 上海交大 中三大学等中国遗留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由于这些探索和影响 今年秋季 学校正式发起十年至本科学会的项目 要向全球招收本科生两百多名 已有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三千多人申报 这两百多个 竞争这两百多个名额 这些可惜的结果 说明这些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我们甚至学生们与国家一道 未来承担的国际人比较越来越多 我们培养的学生的使命不仅要为国家服务 还应该参加世界治理和服务 为世界和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并在这些使命与服务的完成过程中 完善自我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我们的办学终止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 和服务真理与正义 服务社会与国家 作为一所年轻的中外合作大学 我们把面向未来具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人才培养 当作己任 并将和在座的同行们 一起努力探索 砥砺前行 谢谢大家 谢谢刘校长的分享 到这个环节呢 我们这个很依依不舍 大家可能看了也累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两天对我来讲非常的充实 学到了很多 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认识大家 那么我觉得我个人在这三天的这两天 最大的认识 如果让我找几个关键词来想一想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多样性 我们可能从这个 iStory 包括那个投资各大主题活动 我们也听到了观众和这个嘉宾 他们的不同意见 我们看到的是感动 我看到有几次我们的观众都可能要拿纸子呢 然后可能看到的也是机会 然后希望我们都是一起以后为中国的教育做努力 好 那我详细回顾一下这两天的过程 在过去的两天里边 我们通过国际教育的探讨 开拓了视野 我们通过儿童早期教育的分享 了解全新的早教的理论和实践 通过Steam与教育创新 展示了中国未来学校的多样性 通过教育投资者的碰撞 学习了资本在教育中的多样作用 以及创业者所需要的耐心 而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 我们在高等教育的探讨当中 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下 我们自由的一些快速成长 但是也看到了一些不足 我们通过农村教育实践者的思考和行动 启发我们如何更好的帮助提升教育公平 通过教育科技和大数据的启示 看到科技与教育事业在当今时代 如何完美契合 很多观众说 这次活动办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深度对话 让大家聚焦在了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上 同时我们昨天中午的窜口空间 让各位动脑学习动手实践 实践一下什么叫做Steam教育 Dropingway同时也连接了我们教育行业里面最最珍惜的资源 就是人才 同时今天还有一个纪录片 让我们听到一些海外的中国学子 他们的反思 然后刚才通过AdStory 通过这个故事的分享 我们听到了一些原生不同的选择和感动 这个Jason呢 可能你以后毕业之后回来很快 你也要做一下这个AdStory了 可以说上我们自己的Story 可以先被纪录片采访一下 先被纪录片采访一下 对的 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所有嘉宾 在这个舞台上无私的分享 感谢所有的观众 包括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 多中国教育论坛的热力支持 感谢合作伙伴 让我们这一场精彩的大会得到实现 哈佛大学 教育我们用领导力改变世界 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 我们希望中国教育论坛 是我们执行这个愿景的一次实践 那个调子起了有点高 我现在再降一降 这个清楚的记忆呢 去年9月22号的这个周五晚上 在这栋楼的207房间 我们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旅程 这六个月内呢 大家虽然学业紧张 但怀着对教育的热忱之心 依然极其用心地完成了每一个重要的组织环节 构思讨论协调落实 每一步透露着不仅是努力 更是对于为大众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教育内容 而体验的不懈追求 但是这么好的体验和追求是 在如果没有我们的组织方的情况下 特别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请我们25位 这个大会组委会的同学 26位志愿者团队 一起上台 然后我们希望对你们表达 我们言语永远无法表达的这个敬业 出色和热情 来 大家上台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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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主角 来 所有同学啊 这个男女比例好像不大对啊 这个我们看到了 你们参加这个论坛是什么 对 我们下一次教育论坛 就要探讨一下这个男女公平 在这个教育里边的问题 非常好 好 想想这些年轻的面孔啊 你们即将投身中国的教育事业 想想这样的事情就对时为我们的未来充满了这个期待 啊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再见 大家参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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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所有的那个现场的计愿者和工作人员 包括在场所有的嘉宾如果愿意的话 希望大家一起到台上来我们一起留影和言一下 留影和... 敬念一下可以吗 不好意思 来 大家都请上台 咱们来一起拍一张照片吧 咱们来一起拍一张照片吧 Let's go Congratulations 我小人拍完 我小人拍完 有见现场观众群啊 微信当场做众群啊 小资源拍给我 我们应该要... 对 我们喊一下吧 从左到右...从我们的左边到右边看 一二三一 一二三一 一位 应该是召ы叹的 hem 谢谢大家